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为老师 华老师 你好 你好 这是 华老师 像银行这些地方 这个安防工作是丝毫不容松懈的 我自己去银行办事的时候 如果是取钱在自动取款机上 我肯定进那个厅之后 也是左顾右盼的 就怕出点什么事 这个安全还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 这个闲不能松 那么究竟像银行这些地方 他们的安防工作有哪些问题呢 我们带着这样的思路进入今天的节目 银行是我们大家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去到的一个金融场所 无论是存钱 取钱 我们或多或少 总要跟它打交道 它是当今社会货币的主要流通场所 但大量的现金交易 也导致银行成为了各种犯罪分子的 觊觎对象 让银行变成了具有高危风险的公共场所 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 银行保安的出现 给了我们不可多得的安全感 他们虽然没有警察那样专业 但是也依靠着英勇的精神和强健的体魄 在危险发生的第一事件 冲在百姓之前制止犯罪 但是同样作为普通人 保安却承受着常人所没有的工作危险 和精神压力 除了应对紧急事件 在日常工作中 他们需要不停地巡逻 守卫 仔细地分辨人群中的可疑对象 用全神贯注的头脑 和勇敢触记的行动 来换取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杨帅是青岛市一家安防公司的安保队长 2002年退伍后 到现在已经从事了15年的安防工作 在他的眼里 银行安保工作不光是要有强健的体魄 更要有敏锐的头脑 但是近几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和金融机构打交道的次数越来越多 安防工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他和他的同事们日日操劳 在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刻 他们也会用普通人的身躯 面对危险 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设备 能够减少我们安防人员 遇到的危险情况 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呢 发明人郭杰 发明项目智能安防机器人 安防工作严峻的问题 也吸引了郭杰的目光 现年47岁的郭杰 是山东青岛人 大学学习机械制造业的他 遇到了一件 让他开始苦思冥想的事 有一次去银行去存款 发现本身我就够紧张了 但是我发现又比我更紧张了 那就是银行的保安 他从事工作精力击重 观察周围的环境 可疑人缘 如果是遇到犯罪分子的攻击 他们也必须要全力以赴的 冲上去来制止犯罪 我结合自己的专业 就想到能不能做一个机器人 有了这个想法 郭杰回去立马埋头思考了起来 在郭杰的心目中 机器人一定要能够自主去运行 自主去执行一些任务 郭杰联想到 自己看到过在智能汽车上 使用的无人驾驶技术 能够通过激光雷达 分辨周围的车辆和障碍物 那么自己有没有可能 使用这种雷达技术呢 有了这个想法 郭杰立马买了一个激光雷达 测试了起来 对安防机器人来说 虽然有了360度的探测器 来进行探测 但是也需要对自身大小的精确测量 才能做到眼观六路 身形矫健 经过半年的精心设计和制作 郭杰终于将这台 名为战狼的安防机器人 制作出来了 大家好 我是武爱发明的编导张晨 经历了五个小时的路程 天气非常寒冷 我们终于到达了山东青岛高新区 在这里有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科技 其中人工智能 是我们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神秘 而又好奇的技术之一 今天我们和杨队长相约 一起去寻找一位 在人工智能领域 经营多年的工程师 郭杰 听说他有一项新的发明 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杨队长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发明呢 我们一起赶紧去看一看 希望能达到我们一起 这个 您好 请问有什么事情 我能帮着上忙吗 那我问一下 您这儿有没有一个 叫郭杰工程师的 正在查询 以为您查找到工程师郭杰 以为信 请进 这就已经通知了 那咱们赶紧去看看 这个郭公到底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这个机器人好像是一个比较领先的一门技术 是吧 对对对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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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是郭杰工程师是吧 对对对 郭公 您好 您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科校频道的编导 这位是咱们当地安防队的队长 杨队长 我们刚刚研发出来的智能安防机器人 基本上可以协助咱们保安做一些安全保育工作没问题 带我们看看这话您的宝贝 咱们去看看 好吧 行 走啊 来 看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战狼 战狼您还给它起个名字 进入解决範理了 对 这已经进入解决範理了 战狼您已越过解决範理了 咱往前走 试试啊 您这个机器人上班的量是电机箱是吧 尾气 应该是机器人的尾气 郭杰发明的安防机器人 分为驱动机构 采集机构 控制机构 和安防机构 四个部分构成 运行时 通过激光雷达 扫描地形 建立地图 自动巡逻 并判断敌我双方位置 在危险人物进入警戒区域内 会自动上前 启动伸缩的安防机构 警示危险人物不要进入 或者采取喷洒驱逐气体的措施 达到警示 驱赶 安防的作用 不知道它在实际操作当中 会有什么样效果 没问题 那咱们三个这一块 我来弄出去试试 好 行吗 行 咱们走 咱们走 好嘞 银行人流量大 椅子桌子 障碍物多 那么这个安防机器人 在银行中 能够自主运行 不碰到任何障碍物吗 我们来到一处空旷厂房 在这里我们将检测 机器人是否能够有效地 识别障碍物 杨队长在面积 约为一百平米的空间中 设计了回行道路 在每个道路的转角处 放置了两个玻璃杯 如果机器人触碰到了 任意一条胶带或者安全装 就会让杯子跌落摔碎 那您给郭公真是出了大的难题了 对 必须有大难题 如果倒了 就说明咱们这个机器人 通过障碍能力 差一点点 有把握 有把握 没问题 那咱们就准备启动 好吧 开始 开始 好 测试开始 安防机器人慢悠悠地 驶入了测试通道 面对易碎的玻璃杯 它能顺利通过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郭公 怎么回事啊 这玻璃都弄到地上了 是吧 杨队长 对对对 你看这杯子都碎了 小心假设 咱俩别把旁边的弄了 这杯子都 全都碎了 怎么回事啊 不该啊 不快不快 因为咱们这个传感机很精确 哦 哎 这什么 这怎么有东西啊 这 那是个什么地方啊 这是希望雷达 从这个胶布 把这个眼睛给贴上了 这个好像这是 这不是这机器上面的 哦 粘了一个 黑胶布 哦 有什么垃圾 打算我什么时候 那从来不算这次 您觉得不是您机器的问题啊 也不认识 等会让我看您这成严肃的 能给它个机会吗 行吧 必定是机器 再试一试 真没想到 出师不力 机器人的激光雷达 被异物遮挡住了 那么这第二次挑战 又能否成功呢 这一次是转过来了 没问题 应该是 应该正常的 哦 什么就到了下一个拐角了 真是让人心惊胆战的行进 机器人自动行驶 如果稍有差错 就会碰到玻璃杯 不知道这不停转弯的道路 安防机器人 最终能到达终点吗 随着机器人的行进 回行内部的道路 宽度越来越狭窄 最终的通道 甚至只比机器人 稍微宽不到十厘米 它能行吗 怎么样 这个结果您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我还想再给它 多加一点难度 还想加难度 对对对 加什么样的呀 我想让它的道路 再窄一些 窄物再多一点 郭郭 感觉杨队长 真是一直在给您想 怎么让您这个 出现问题 能行吗 有点担心 因为不知道杨队长 会在哪什么样的方案 没想到杨队长还不满意 要求把道路再次升级难度 这一次 他给道路内 增加了十个 扎上了气球的安全装 让道路变得更加狭窄 而且杨队长在安防机器人 外壳的突出部位 粘贴上了缝衣针 如果机器人稍微有一点失误 就会扎破气球 那么这一次 机器人能够成功通过吗 测试开始 机器人再次出发了 这一次 它的速度和上一次变化不大 但这让一旁的姑公 心里紧张了起来 姑公 紧张吗 有点 有点 看着与气球擦肩而过的冯一针 大家都摒弃宁神 这机器人最终能成功到达终点吗 怎么样姑公 感觉效果怎么样 还挺满意的 挺满意的 这次表现还可以 还不错 还挺满意的 我设计的这个几个场景 都是比较复杂 特别狭窄 对 但是还是顺利通过了 对 那这一次咱们就拉到 银行去使用吧 给您使用 这肯定目前来讲还不行 还不行 那您是 我想测试一下 它在真实的场景当中 能不能达到我的期望 不怕 看来杨队长是不把机器人的底摸清 事不罢休 经过上次的测试 机器人在银行中流畅的避让 让大家都点头称赞 但是 转眼 杨队长又带着机器人 来到银行的安全门门口 这次他找来一位助手 打算两人亲自试试 这个机器人 到底能不能守护住银行的安全大门 杨队长两人不停地寻找着机器人的漏洞 碰碎中能够突破机器人的防守 闯入安全门吗 随着两人的靠近 机器人突然开始喷洒催泪瓦斯 进行驱逐 杨队长两人赶紧紧闭呼吸 希望能在受到剧烈影响前 找到机器人的漏洞 控制安全门 这怎么办 这是机器人不动 没想到 那是一个机器人开关 机器人开关是吧 没想到让杨队长给发现了 本来机器人它也是个设备 当时怕出现意外状况 所以如一个机器人按钮 可以让那个终止一些危险状况 本来是个好意 没想到成为一个漏洞了 那杨队长您觉得这个机器人现在 肯定不行 这我不会接受 不会接受这样的机器人 那国公呢 好吧 二别 我也挺忙的 那我先走了 行 那您慢点 我看这个杨队长不是特别的满意 我也看出来了 这暗房机器人 虽然设置了催泪瓦斯 但是如果犯罪分子像杨队长一样 在短时间内捂住口鼻 按下急停开关 自己这机器人不就失去了防护能力吗 连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 还怎么去保护别人 郭杰告诉我们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还没有见到过计算机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学习了计算机编程 上了大学后 他第一次见到计算机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 自己之后的岁月 肯定是离不开这个耗电的大家伙了 在他眼里 只有将软件和机械结合 才能让虚无的电子信号 给了人能摸得到的能力 机器人不能保护自己的问题 让郭杰陷入深深的思索当中 一次在家吃饭 郭杰突然看到电视中的武打电影 他看到战士手中的兵器 心里突发奇想 自己有没有可能 也给机器人增加一些 用于自卫的防身武器呢 让机器人成为了武林高手 不就没人能够接近了吗 有了这个想法 郭杰立马制作了起来 郭伯 您好 郭伯 打扰了 打扰了 听说您的新机器人 是做出来了 是吗 是 看一看 怎么样 就这个大家伙啊 他这个外观长得好像是 一个坦克 是吗 他的名字就是坦克 哦 名字叫坦克 改进后的安防机器人 将轮式运行 变为了履带行驶 并通过催泪瓦斯 灭火器 网枪 爆闪灯 高音喇叭 警示控制对方 最重要的是 在机器的中部 设置了自动旋转的狼牙棒 通过激光雷达感应物体距离 对企图越过警戒线 或接触机器人的危险人物 进行驱逐防卫 从而达到智能安防的要求 增加了这么多的兵器 那么他们进攻防卫的效果 到底如何呢 一个优秀的武林高手 要有众多武林绝学 他要能防御 能进攻 1.3米每秒的速度 面对着满地的玻璃和碎渣 机器人使出了轻弓 草上飞 在沙石路上飞奔斩 剑步如飞 而炮仗崩起的土块和烟雾 都丝毫影响不了 机器人铁布山一般 坚硬的外壳 在安防人员的巡逻中 经常会遇到施工工地 或者建筑垃圾的环境 那么这次使用了铝带传动的 金刚腿安防机器人 能够扛得住 三厘米铁钉的穿侧吗 翻越陡坡 机器人面对着放置的火点 它能够顺利灭掉吗 真没想到 这机器人竟然真的能够 成功灭掉火点 但是 面对最终模仿犯罪分子的 机器人模特 安防机器人能够施展绝学 摆布穿羊吗 郭哥 郭哥 快过来 快过来 哎呦 成功了 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 您这个既然 真的是把这几个项目都完成了 看您现在是喜笑颜开是吧 那这样子 那咱们这一次您这个成功了 但是咱们还是没有去实地去考察 对吧 那要不然您让洋队长看看行不行 好 新一代机器人的成功测试 给了郭杰十足的信心 他找到洋队长 希望洋队长能从安防人员的角度 对机器人再进行一次专业的测试 虽然有了成功的经验 但是回到公司的郭杰 心里还是有些担心 这机器人还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展示过 如果这一次搞砸了 这安防机器人真的会让大家失去信任 特别是会辱护杨队长的信任 自己一定不能出错 为了第二天的测试 国杰彻夜未免 normal 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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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的 CI 社会 突破我的精神防线 那么这个50万就归审 随便拿 50万就真的 真的真的 那我要是过去这钱就给我了 没问题 真的 没问题 我的天哪 这机器人呢 就得有这个担当 那他本身就是用来守经货的 这50万 50万对您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吧 老实说 夹底都在这了 夹底都拿出来了 那看来您是对您这个机器 是有百分之百把握呀 非常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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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祝您今天这个50万 您能平安的把它带回去 好 今天的挑战 可谓是风险极大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今天无论是谁 只要能够从安防机器人的面前通过 这些现金 就由他任意拿取 但是 为什么这次要把测试场地 从银行室内变到了外面呢 原来 银行安防的重点 除了内部的安防 银行外部公共场所的安防 也特别重要 晚交接 是银行一天工作结束后 和押运车辆进行前款交接的环节 为了体验室内外交接 为了体验室内外交接的环节 我们的记者 陪同 银行门口 紧张地观察着四周 他和洋队长他们的工作核心 就是确保 没有人能够接进亚钞车 接进前箱 避免危险事件的发生 很快 交接前款的经理完成交接程序 提着前箱 从银行门口出来 一行人神情严肃 各司其致 室外安防 失去了建筑物的保护 安防人员更容易受到 物法分子的攻击和伤害 加深了工作的危险技术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 为什么要在室外 讨厌机器人的防备能力 很快 杨队长带着他的朋友们 气势汹汹的 来到了测试现场 这么多人啊 郭郭 心里害怕吗 有点胆气 有点胆气 这都是奔着您的机器来的 还是奔着钱来的呀 都有 都有 杨队长你来了 你好杨队长 你好你好 哎呀这个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啊 我这是把亲戚伯爷都叫过来了 兄弟也跑了 连你也都来了 对对对 大家伙今天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呀 抢钱 真ulus 他就抢您的这50万啦 但是 要是50万 咱们是有要求的 是吧 对 什么要求啊 只要是能越过我的坦克 嗯 50萬就贵你们了 你这今天觉得自己能突破这机器人了吗 我觉得差不多 那我得问问您这50万您要是拿到 您打算干嘛 在场的先平分一下 平分一下这么大吗 都出力了是吧 都出力了 您觉得您能突破这机器人了吗 能 那您打算用什么方法呢 拿棍子把它打烂 打烂 您这还挺有信心的 那我问问您这50万您拿到 打算干什么 回家娶媳妇 回家娶媳妇 真的把您这家人可别掏空了 能行 我不是一个人 我用我的坦克 有您的坦克 您觉得很有信心是吧 没问题 那我问杨队长 杨队长您觉得咱们这么多人 有人能突破吗 我相信你都能突破 能不能 好 那咱们今天就试一试 好吧 看看大伙都有什么样的办法 来测试您的机器人 好 好 测试开始 大家都围站在银行门口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谁都不敢迈出第一步 但是杨队长早已有准备 他今天带了两位高手 一同来进行测试 好 小李是青岛大学体育专业的学生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跑酷达人 身心灵活的他 无论高墙还是陡坡 都能够轻松越过 那么身体如此灵活的跑酷达人 能够找到突破机器人的漏洞吗 面对机器人的小李 仔细观察起来 他知道自己拥有灵巧的身形 自己可以去找到机器人的防守漏洞 再小心通过 但是 面对着飞速旋转的狼牙棒 自己怎么都不敢 从漏处的空隙处蹭过去 没想到 小李决定 从高一米 长一米5的机器人上方 跳跃过去 对于擅长跳跃空翻的他来说 这样的距离小菜一叠 那么 郭杰和他宛如门神的安防机器人 会被成功越过吗 50万现金 会被小李拿走吗 平时是一个比较也有放删 2 3 2 3 3 5 5 3 5 5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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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我的天 我都还有这种暗器 没有想到是 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网枪是吗 对 这打过来的时候挺害怕的 吓我一跳 声音那么大 声音那么大 我看您刚才是在这旁边 也是想蹭进去 没进去 这现在想跑 结果触发他的这个 一个网枪的这样一个机关 对 跳过去了 怎么样 这50万还能拿到吗 太难 暂时想不到办法 周教练 以前是全国散打 65公斤级比赛的冠军 身体力量出众 握推能达到110公斤 那么 它能够成功破坏机器人吗 没想到 粗壮的木棍 对机器人没有什么伤害 突发奇想的周教练 找来了一把椅子 他打算用这把椅子做什么呢 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尝试 这对机器人的处理器 是一次更严峰的考验了 面对着闪烁着爆闪灯的机器人 大家没有望而生略 纷纷取出了不同的棍棒酒瓶向前扔去 大家到底能够闯过这个区域吗 一个小时过去了 看着满地残渣的棍棒酒瓶 大家对安防机器人都束手无策 没有了办法 杨队长 怎么样还有办法吗 我是服了 大家伙还有帮方法吗 没有了 该尝试都尝试了 天寒地冻的 但是机器人不老 是吧 对对对 那郭公对您的机器人今天满意吗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但是您满意了不行 我得问问杨队长 杨队长觉得机器人的效果怎么样 经过郭公改进之后 这个机器人确实不错 确实能够协助我们进行安防工作 郭公 你太厉害了 郭公是把这50万块钱是守住了 那我就宣布今天这个测试 您取得成功 好吗 好 我也查知道 大家恭喜一下 郭公 好吗 好 郭杰发明的安防机器人 经过两代改进 通过激光雷达导航 履带行驶 不向采集甄别危险情况 多种自卫防暴武器进行驱逐 达到自主巡逻 定点守护 主动驱逐的目的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安防人员 在高危场合的危险性 发明制作的安防机器人 首先解决了入侵识别的功能 另外在识别区域里 确认有入侵以后 它还具备一定的驱逐能力 那么基本具备了在一些需要 进行安防的这种场合 代替人工进行安防作业 同时我们知道 这种安防作业环境比较恶劣 当有人入侵的时候 有可能会对机器人也进行进攻 所以我们建议一方面 在安防机器人自身的防御方面 进行一些完善 比如说一些外置的传感器 做好防止外力破坏的设计 最终郭杰的机器人 扛住了各种破坏性的试验 在结束拍摄后不久 郭杰告诉我们 那么这样的安防机器人 已经在山东合泽的多家银行 开始试点测试了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安防人员 减轻危害 而且可以让从事高危工作的 这些工作人员 更加的有效率 也更加的有保障了 让我们祝愿我们的发明人郭杰 他能够在发明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接下来我们还要去看一个发明项目 这个发明项目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解放军战士们 据说这个发明有一个昵称很有意思 叫做迷你钢铁侠 究竟是怎样的设计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我爱发明的编导唐北子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朝阳区 前段时间有一位机器人专家 向我们推荐了一种单兵作战机器人 据说这个机器人的研制单位就在这附近 我今天来这的目的呢 就是来看看这个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发明人王先月 王海权 发明项目 单兵无人作战平台 您好 我是那个我爱发明栏目的 来来 欢迎 听说咱这有一个机器人公司 咱是做机器人的 对对对 担用军用的机器人 来来 请进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机器人 这就是我们的机器人 对 咱们的机器人有什么特点 机器人主要就是巷战 为什么是针对巷战的呢 主要是因为巷战的这个死亡率比较高 对于战士来说 牺牲的概率比较大 受伤的情况比较多 所以我才特意做了一款这个代替 代替人去作战的这么一个设备 它主要是通过性要高 然后呢 速度 月亮能力 还有适合地形的这个能力 还有它的可靠性都比较高 结构上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结构特点呢 是我们利用了一种仿生技术 仿生 仿什么动物啊 就算是仿猫啊 猫 这个呢 咱们这个食物的话呢 是它的主要结构价 主要结构价呢 这个呢 是猫的背 这是猫的腿 猫的背的话呢 当它落地了以后啊 它会 脊柱可以变形 脊柱变形 然后呢 底下还有一套工作板 这样的话呢 它一个复合减震 这台在自家客厅组装出来的机器人 学名叫做 单兵无人作战平台 那么 这部用于巷战的无人作战平台 到底性能如何 我们准备测试一下 王先月操纵无人作战平台 在小区内驰骋 正演示的起劲是 突然 一位不速之客到访 小王啊 又在测试你这个玩具呢 大玩具啊 这位是 这是我们邻居张叔 邻居张叔啊 很多年的邻居了 邻居 他是做 他是主要是做机械工作的 机械工作师 对 跟您这个也是基本上相通的呀 对对 他也懂 您刚才叫这东西叫大玩具 我觉得他就是个大玩具 别像他搞这想搞个单兵战术机器人 这个项目太大了 这是国防军工干的活啊 他们两个人的力量太担保了 基本上干出来也就是个玩具的水平 是吧 也就是这样 那你给他出个难题 让他试试好吧 就这儿吧 就这儿吧 这个地方就够高的 你看 我这人一走啊 就上来了 这次他能不能上来呢 这是 那先上这第一节吧 咱们试一下 第一次挑战失败 不去哪个王先月 调整位置 再次尝试 但这个垂直矮墙 确实难度不小 高度甚至比车轮还高了几厘米 无人作战平台 为了半天叫 也只是把前轮搭了上去 王先月操作无人作战平台 再次发起冲锋 突然意外发生了 这还能上吗 这个就上不去了 这两个轮碰到一起打架了 这两个轮碰到一起了 是可能动不了了 一个人往这么大 方向正常相反 这个地方 那肯定上不去了 无人作战平台 连第一道垂直墙都没爬上去 更别提上面的大坡了 王先月值得把机器开回家 进行改进 回家后 他就立刻和父亲一起研究方案 针对实验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改造 王先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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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完了吗 基本上改完了 以前是为什么出问题啊 你给我说一下 以前的话 它这个有个特点 就是我们这个轮系 就是这个轮子 这个台的自由度比较大 它摆动比较大 但是不能再大了 再大了之后 这个有的地方 会撞到这个一些支架上 那你们现在的改进是 现在改进这加了一个弹簧线位一下 限制它摆动的角度 它既能起到自由运动 同时呢 它到了极限大的时候 它能产生一个拉力的限制 因为它拉回来了 对 仅仅是增加了两根弹簧的细微变度 让人不禁担心 这次改进是否行之有效 咱们开一下试试看能不能过得去 走 线位弹簧的加入 使原本各自为战的四组车轮 连成了整体 越战时 每个车轮都紧密贴合地形 从而轻松跨越障碍 这处楼梯有八级 垂直高度超过1.5米 并且楼梯上 铺饰了光滑的瓷砖 这无疑大大增加了 通过的难度 能看上去吗 咱们试一试吧 你也没有把 没把 因为从来没有爬过这个位置 从来没爬过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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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试一下 谢谢 来 楼梯的每层台阶高度要小于刚才垂直墙 但无人作战平台的爬行过程显然并不顺利 不但没能直接爬上去 反而越跑越偏 这是不是因为上楼梯时没对证呢 最终不得已 只能退了下来 刚才越跑越偏啊 这个动力够吗 上去 动力应该差不多 因为刚才那个高的垂直墙都弄过 所以这块应该也没问题 咱们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一 二 这次对证后 轮胎依旧不停打滑 并且因为弹簧悬架过于柔软 起不到支撑作用 导致第一对轮胎贴合不了地面而空转 白白损失了四分之一动力 看来连续楼梯 真是无人作战平台的克星 连续楼梯是城市作战环境中 最为普通的障碍 如果不能通过这种障碍 那么这个作战平台 基本不具备实用价值 为此 王先月父子对无人作战平台 进行了全面的改进 并重点对悬架部分 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改进后的无人作战平台 将上一代柔软的螺旋弹簧悬架 换为较为坚硬的钢板弹簧悬架 从而在应对楼梯时 能更好的贴合地面 发挥最大的驱动力 那么相比上一代 新的无人作战平台 能够应对连续楼梯的挑战吗 为此我们专门找到一处 高度近5米的过街天桥 准备在过街天桥的楼梯上测试一下 这个楼梯 每级台阶的高度和上次差不多 但总的级数要多了几倍 上次1.5米的楼梯都没通过 而这次的长度 一下增加了三倍多 这让父子俩倍感压力 抓紧最后的时间进行检查 一 二 三 开始 新无人作战平台 爬楼梯速度较快 并且没有跑偏 但是车身颠簸剧烈 长时间如此 很容易导致平台无法正常运行 这也是这次测试的 难点所在 新的悬架是无人作战平台 在爬楼梯的过程中 没有多余的弹跳 也没有车轮翘起空转 钢板弹簧把每个车轮 都牢牢地按在楼梯上 怎么样张光觉得 还行 今天表现得还不错 这个你满意 那接下来您还有什么其他任务吗 那就实战吧 那个考虑上的自然场地吧 考虑城市废墟啊 自然的那个平补坎本的 咱过来看一眼 底盘下来 怎么着要三四十厘米了吧 这块不小 比你那底盘要高得多了 高速冲能过来吗 我觉得没问题 那撞坏了您不心疼啊 不心疼 坏了算我的 坏了算您的 那咱们就试了 暖石地 同时考验无人作战平台的通过性和坚固程度 这片暖石滩中 很多石块比车轮还大 想要高速行驶 不但阻力很大 而且一不小心 很可能撞坏无人作战平台 因此高速通过 风险极大 无人作战平台的速度 似乎未受影响 与平地行驶速度相仿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高速行驶时 无人作战平台的 自适应悬架起了作用 它可以让车轮 在高速蹦跳中也尽量贴合地面 不会因为轮胎空转而损失动力 因此可以全程保持高速通过 无人作战平台的悬架上翻45度 成功越过大石头 还好像没有伞架啊 王先远还想要挑战更高难度 进行一次终极破坏测试 咱们这终极测试测试什么呀 咱们可以测一个 因为像坦克什么的 比如装甲车 一般冲撞什么的还可以 但是特别怕横向的受力 什么叫横向受力啊 比如它翻车这种情况 翻车这样的情况 是坦克装甲车这样的 测翻 测翻是最危险的 咱们可以把这车开上去 然后用人把它推下来 人推着横着推下来 然后横滚下来 让它滚下来 对 滚下来然后呢 不用人为干预的情况下 应该能自己能行走 真没问题吗 咱们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 您觉得怎么样啊 我听它好像挺玄乎的 要是真能达到这水平啊 那了不得 还是要做什么 稍微在上面装一个翻滚架 就是防止把这个机械臂摔坏了 那赶紧装上去吧 六年的研发 经历无数次改进 父子俩就靠自己的信念 支撑了下来 现在这台无人作战平台 终于迎来了 终极考验 王先生 那好了 我们准备好了 那等会上去了之后 谁给他推下来 我来去 您不心疼啊 这话 谁坏了送我的 没问题 咱们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终极考验即将开始 稍后的结果 既可能欢天喜地 但也可能惨不忍睹 父子俩 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怎么样 准备好了 我可以 我还可以了 会 一二三 找你 好 开走 开走 来 过来 看他能跑了 看他能跑了 没问题 没问题 老爷子怎么样刚才 哎 挑战了 心里有点什么 刚开始下来的事 说实话真是没点 您觉得呢 确实不错 刚刚确实不错 我原来一直以为 你们干这个 就像个大玩具 结果呢 所以想你们干成这么 这么能经济考验 是吧 这个自然环境啊 这个人物环境啊 我出各种难题啊 都没有难受 这个最后啊 从那么高 反过下来 还照常运行 这个确实 看得出乎我意料 由王仙岳团队 研制的单兵无人作战平台 首先采用了 自适应悬架系统 使平台具有 极强的越野能力 其次 三级减震系统的加入 使车身 具有良好的 抗跌落能力 第三 采用全密封设计 使平台具有良好的 涉水性能 从而在我们进行的 各项测试中 都表现出 相当高的水平 它这个无人的单兵作战平台啊 最大的特点 它适应于各个地面复杂环境 第二个呢 它抗跌落也比较好 第三呢 它垂直跨障碍的效果非常明显 和别的机器人呢 和别的机器人呢 有明显的区别 这三大特点 对这个机器人来说 是很有优势的 但是它最大的弱点 也有 比如说 它的电池 能不能在低温下操作 能不能远距离操作 还有呢 就是行进 能不能保持 直线的一致性 提高速度 这方面还需要提高 六年的研发 经过了无数次的改进 王先月的团队呢 终于靠信念支撑下来 走到今天这一步 真的是不容易啊 那么我们也希望啊 它的这个发明项目啊 可以早日帮助到 我们的解放军战士们 让发明也能够担负起 保家卫国的责任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微博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科学顾问 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 华为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怎样的构造 使它可以突破艰难险阻 在危难之中显身手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多避 守护神